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启冲 最近我们有很多政治的新闻 在那边吵吵闹闹 但是我始终是觉得 这些政治新闻其实很多只是口水战罢了 对于我们的人民老百姓的生活 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 其实还有其他新闻 对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有更加大的影响 比如这个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米很快又要起家了 我不知道是第几次起家了 我现在觉得 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 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这一个才是最重要的课题 所以我希望我接这个视频 可以让我们的官老爷们 稍微的把你们的视线 转移来这一个课题 这个才是呢 是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生活的课题 米价又要起了 我们平时说 老百姓的柴米油盐 其实呢 那个最重要的东西 其实就是这个米 每天都要吃的 有谁可以一天不吃饭呢 我们每天都要吃最重要的食物就是米 如果米价一起的话呢 全马来西亚所有人民的生活都一定会受到影响 每个人民的这个生活成本一定会增加 跑不去 你如果说是其他东西的话 你还可以选择 这个我不吃就可以了 那个我不吃就可以了 但是有多少人可以选择不用吃饭 所以米价是没有人可以幸免的 如果米价一起的话 根本没有人可以幸免 so 在这里呢 我就要呼吁一下 我们的政府尤其是贸销部 我知道我们的贸销部长 沙拉乎丁是相当的勤劳 一直奔走于那些爱心菜单 还是那些爱心促销 他是很勤劳一下 但是我希望可以把更加多的重心 去关注一下这个米价障碍课题 我相信如果这个米价障碍课题 没有好好的解决的话 这个食物类的通货膨胀是跑不去了 因为我都说了 绝大多数食物都跟米有关系 如果米价无可避免的障碍 这样所有跟米有关系的食物 一定账价跑不去 而且他的账价是乘数效应 怎样说乘数效应呢 比如说你10公斤的米 你起一个2块的话 他分分钟一跌鸡饭就要跟你起3块 这个就是乘数效应 而并不是说你10公斤的米起2块 然后你一跌鸡饭只有多少克的米 然后你应该只起几分钱 也没有来这样跟你算的 他分分钟就是起一个2-3块给你的 所以你们要明白 平时我们在咖啡店的咖啡 我们已经很了解这个乘数效应的威力 白糖一公斤起1毛钱 咖啡一杯就要起3-4毛 大家很习以为常这样的现象了 所以现在轮到白米了 如果白米的账价还不受到控制的话 接下来的后果是不敢设想的 我必须要再次的提醒我们的政府 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其实并不是很好 老百姓的生活成本真的是太高了 高到啊 所以你会看到这么多人 怪这个政府 为什么不开放这个公寄金给人家领那1万块 你要知道啊 如果你不是穷到穷途末路的话 你会去打你公寄金的主意吗 所以呢 政府应该要有所警惕这一个事情 而且呢 我们还有一个历史的教训 就是呢 2018年 Najib的国阵为什么会倒台 除了Najib两公婆的名字太过臭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呢 因为Najib推薪了消费税过后呢 那一段时期呢 所有东西占价占到很够力 我亲身经历来了 东西占价占到太夸张了 包括老百姓的生活成本 大大的占价 那时候呢 连马来人都烦 所以呢 巫统国阵才会倒台那一次 所以呢 希望啊 现在我们的团结政府了 可以吸取这个前者之间了 不好重蹈覆辙 现在呢 你正在努力的控制着所有的物价 然后我这个视频我就点出来 最重要那个物价就是白米的价钱 这个白米的价钱呢 你不控制好来 后果实负 所以我在这里我是提议一下啦 你至少啊 要向我们人民显示一下 你们政府有做一些努力啦 关于这个白米价家的事情啦 是给我建议的话呢 我会建议呢 这个沙拉夫定 这个冒小部长 可以呢 敲锣打鼓的 啊 召集了 所有跟这个米业相关的人 啊 包括 最大的那个几个白米供应商 进口商 啊 还有 相关部门的官员 啊 然后还有 相关学术性的人员 什么都好啦 总之呢 是呢 有份参与 对这个米价的起落的 所有方面的人 啊 啊 给一个名单来 啊 把这些名字全部放进去 啊 然后呢 啊 开一个 啊 三天三夜的研讨会啊 什么都好 OK 啊 也不需要太久 啊 开一个三天两夜的会就够了 啊 然后呢 在这一个会议里面呢 啊 就只有一个目标罢了 啊 如何降低现在的米价啊 啊 如何不让米价涨上来 如何让米价降下去啊 啊 就是为了要找出这一个答案 罢了 啊 不要告诉我 没有答案 啊 总会有一些答案呢 你起码要向人民显示出 你有往这一个方向努力 你明白吧 啊 你什么都不做的话 你就让这个白米价涨涨涨涨 你看出来咯 团结政府也是会倒啊 我告诉你 啊 国盟来势汹汹啊 啊 当然我们是不希望国盟执政啊 但是呢 你团结政府呢 必须要做到自己 不会倒先啊 你明白吗 啊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